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包 是前几天我陪我的小伙伴去迪卡农店里买的 介绍这款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买的特别超值 这是一款迪卡农的50升的包 它说的是50加10 实际容量应该在60升左右 迪卡农每年在换季或换代的时候都会打折 折扣都特别夸张 有些时候能到四折甚至五折 我是在它的网上商城 发现这款打折的包 就怂恿我的小伙伴去私底店买了一个 这季它打折的除了这款包以外 还有一款特别超值的鞋 但是十分遗憾的是 那款鞋是我在它最贵的时候买的 所以我现在心还是蛮重的 这款是迪卡农的一个50升的包 而且这款包还有一个小的bug 最后再跟大家说 这是很典型的迪卡农的设计 在50升这个级别中的包 基本上没有特别差的包 只要比较靠谱的牌子 在这个级别的包中设计的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少有品牌在54升的包上翻车 包呢特别是这种中大型的包 背负还是蛮重要的 迪卡农的这个背负 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背负 它使用的是一个泡沫板的背负 虽然说整体上也有透气设计 像戳衣板这种感觉也有透气设计 但是不如它另外一个系列的铝合金矿加全网的设计的透气性更好一些 它整个的背部的背负是可调的 从这里这里是有一个标记的是可调的 调整办法也特别简单粗暴 就是魔术铁 当然这个撕的过程是比较惨烈 我就不给大家撕了 里面是有独立的水带舱 独立的这个水壶包 不像小硬一样是对称的 就是左面右面是一个那种可直插和斜插带的 它是单独设计着专门的一个水壶包 然后另外一侧就是这种直插这种小的收纳袋 然后也有大家最喜欢的代数舱 按它设计的理念是这个顶包是可以拿下来的 虽然说它是设计成可以摘下来的 但我还不建议大家摘下来用 因为它没有一个小的这个盖 只能靠这种收口绳摆上面这个勒住 我又牺牲了一下我们家的枕头 这里面放了个枕头 自带防雨罩的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 所以纵向的就是全部开开 非常人性的带了三个这种扎带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在装主舱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要分层的 分层之后 其实如果说你每次都是放倒了开也不方便 当你立着开包的话 如果说没有一个这种扎带的话 东西还是很容易撒掉的 所以说它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压缩带的作用 还可以在我们拿东西的时候起到一个很好的固定作用 下面也有一个分隔的独立的睡带舱 它这睡带舱中间那部分是用拉链 可以分隔开 可以选择全通的 也可以选择独立的这个睡带舱 然后我随便弄点东西把它塞了起来 我觉得这种全开的设计更方便一些 特别是在你装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 筒状的包嘛 你需要一层层装一层层拿 这种呢就是你可以装起来跟拿起来的东西更方便一点 我一直在想标签上是50加10 那10层从哪里出来 最开始我以为是顶包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登山包顶包的容量都是很可观的 就是一般都会是从顶包上加出10层来 它这顶包也是双层设计 外面一层 然后里面有一层 从顶包的容量来看 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还不到10层这个程度 我不知道它那10层是不是这么来的 它还有个特别的设计 就是侧面 会有个特别大的一个侧舱 明显是做了一个扩容设计的 侧面左边右边都会有一个这种这个舱 这个部分如果装一些简单的小的东西 还是很可观的这部分容器 我觉得可能10层就是这边挤出了一点 然后这边挤出了一点 然后另外的顶包又挤出了一点 刚去买了还没有拆开 就首先它真的特别超值 299元价499 现价299 国外的官网上还是有这款包在卖的 大约卖折合人民币应该600多块钱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只花了299 可惜的是我估计我发视频的时候 估计小伙伴们已经找不到这款包了 整体设计各方面的细节和风格就很迪卡农 做工到材料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整体也给你足够的强度和使用的便利度 就没有给你一些特别花哨 特别比如说高科技的面料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也没有使用一些特别很有噱头的设计 但整个设计来讲还非常实用的一款包 包括这些调节系统 肩带的厚度 腰带的厚度 都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乙步是提供了一个这种挂载系统 可以将睡袋防潮垫或者一些东西直接挂在下面 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款50升的包 你也找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你也找不出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拉链和扣具都使用的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 作为一个50升的包 而且售价只要299 我觉得非常超值 我很少在我的视频中说这个东西多少钱 因为容易去给大家产生一些误导 但是这款包一定要说下它的价格 它只要299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官网上已经没有了 我查了一下它在国外的网站上官网上还是有在售的 我觉得这款包以它现在这个配置加上这个价格 真的是特别超值 然后为什么说这里有一个bug呢 它很有意思啊 它的条码型号和它的包身的型号是不一致的 而且据我们去了解啊 这个还不是它的单品问题 就是它系统中录入的型号和你购买型号是不一致的 我觉得这款包应该是在出厂时候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 不是瑕疵品啊 因为只是型号不一致而已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款迪卡农的包 然后为了完成我的日更计划 我准备希望把预告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下期来说一下这款包 是一款很小众的很有意思的 我特别喜欢的一款包 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 它有蕾丝边的设计 当然这是就是很多小伙伴对它的一个爱诚啊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还 Ranch Thank you 的 好了